我们的Sales 这个下一列 A加一列 第一栏的第一个 第二第三 总共六个资料 分别传送过来 传送到哪里呢 所以就把这个 这个把它复制起来 复制之后呢 再到这边呢 把它贴上去 这地方把它贴上去 OK 贴上去之后呢 第一步就完成 那第二步呢 请你开启模组 如果没有模组的话呢 请你插入一个新的模组 然后呢 把刚刚画面上面 这个地方的Sub 从这边 一直到这边 EndSub 这个部分的程式呢 把它Copy起来 然后呢 贴到这个地方来 就是这个部分 把它贴上去 贴上去之后呢 我们就完成了 程式的专形 但是现在 能执行吗 为什么 还差一个动作 就是 它本来 不能够 VBA本来不能 存取资料库的 所以呢 这边呢 我们用什么 外部 引用外部的什么呢 这边前面有 就是 设定 引用 项目 也这个地方的项目 是外部的 外部的一个 程式库 本来VBA是不能 存取资料库的 但是呢 我们可以借由 外部 也就是ADO的一个元件 它可以帮助我们 去存取 可以读资料库的东西 也可以写 资料到资料库里面 所以这里的话 就到设定 引用项目里面 找到这一个 这个上个里面好像讲过了 所以这地方的话 请你找这个 2.8的 它的名称叫 Microsoft ADO就是 这个 ActiveX Data Objects 2.8的 Library 一个程式库 OK 那记得要把它打勾 打勾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应该就可以ROM了 你可以试试看 输入完必须按记录 如果这个资料呢 可以写到资料库里面 表示你基本上 应该就可以 资料可以写到资料库啦 不过呢 特别注意 里面当然还有一些东西 要去了解的 OK 我想各位先完成到这个步骤好了 好吧 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一下 哦